不过我考考你 今年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 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那今年是太多了 你得给个提示啊 提示就是它 什么 老伯提示就是它 啊我知道你想说什么 是那个卡带吧 在这儿呢 卡带50年是吗 对 我以为这个在外边呢 原来在这儿啊 这东西应该都认识这东西吧 有叫它磁带的 有叫它卡带的 其实它的全名应该是卡式磁带 对 1963年 全世界第一盘磁带在菲利普公司发行 到今年正好是50年 作为陪伴一代人成长的伙伴 卡式磁带呢 带给大伙更多美好的回忆 当然接着呢 这个50周年也引发了这个网上的怀旧热潮 你们家有卡带吗 当然有了 不过说实话不是很多 应该大多数都是小虎队的呀 还有比奥乐队的 你那都是什么呀 你那都是跟流行歌曲有关的 对吧 我给你补充一点 英语听力磁带有没有 这个肯定有 有没有 绝对有 你说到那个英语听力磁带 很多网友称为最悲伤的故事 英语听力 尤其是80后的回忆 说那时候每节课英语课开始 老师就递了一个大而笨重的收音机 带着英语磁带 浑浑的迈入教室 之后趴插了 那机器放在桌子上 就开始了 英语听力开始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In this part You're going to have an opportunity to testify your listening ability Part one 这就是每个学生最悲伤的回忆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 Lesson one Part one 特别像就是又想起那个上学时候的那个回忆了 但是说实话就是很多孩子也是获得了家长同意 就可以买一个那个收音机录音机 每期你用我们是练听力 但是其实很多英语词带确实都没怎么听过 有的事情都没开封 我不就听得多吗 我上大学我爸就给我买一大玩意 别人都听流行歌曲了 不过说真的 在那个特殊的时代 从卡带的销量上 绝对可以看出一个歌手的实力 对